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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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没有菩提心 就是没有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它为什么叫大乘佛教 就是因为有菩提心 所以叫做大乘佛教 如果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没有菩提心 那就不叫大乘佛教 比如说我们一般讲南川佛教 我们平时讲小乘佛教 北传佛教就叫做大乘佛教 但是南川佛教的一个比如说一位出家人或者是学南川佛教的某一位佛教徒如果他发了菩提心那他就不是小乘佛教他就是大乘佛教如果我们学北传佛教 藏川佛教或者汉川佛教的出家人或者是居实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那我们虽然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教的经典 我们好称是学大乘佛教的 自称是学大乘佛教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不是大乘佛教 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诵大乘佛教的佛经 比如说金刚经 还有就是这个心经等等 我们每天都在诵经 然后我们都在摆大乘佛教的这些菩萨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文术菩萨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人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就不是大乘佛教 我们虽然人住在大乘佛教的苗里面 然后我们在摆大乘佛教的佛像 然后我们在诵这个大乘佛教的佛经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不是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所以这个菩提心是相当的重要 就是这个就是达成佛教的精华 达成佛教的灵魂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一切办法 这个发菩提心 凡是想学达成佛教的人 凡是想解脱的人都要发菩提心 非常的重要 那么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菩提心我们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菩提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要发菩提心 首先就是有两个决心 下决心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下决心 我要度天下所有的终生 或者是说 我下决心 我要让天下所有的终生成佛 我要让天下的所有终生 我要让他们解脱 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决心是什么呢 那我要让天下所有的终生成佛 那母亲我自己都没有成佛 那我怎么让他们成佛呢 所以首先我要成佛 我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自己都没有成佛 那我没办法让其他的终生成佛 所以我自己要成佛 那我现在我要下决决心 我一定要成佛 我从今天起 就是往这条路上面一步一步的走 我一定要做这两件事 我一定要成佛 成佛 就是为了为了度终生 为了帮助终生 我一定要成佛 这样子两个决心 这两个决心加起来叫做菩提心 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我们以为做好人 做好事 然后呢 就是发一点点 然后呢 就是发一点点 山心 这样子我们认为是菩提心 这不是 做好人 做好事 当然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这个微无伦哲 无身伦哲 他也可以做好人 他也可以做好事 他也可以有山心 爱心 慈悲心 他也可以有的 然后呢 除了佛教以外 其他的宗教也可以有好人 也可以做好事 也可以有这个善良的心 我们并不能说 除了我们达成佛教以外 所有都是坏人 我们不能怎么说 有 他们都有 但是 菩提心 确实是没有 只有达成佛教的菩萨才有菩提心 其他都没有 谁有菩提心 谁就是达成佛教的佛教徒 或者是谁是菩萨 这样子 所以菩提心 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 只有达成佛教徒才有 其他的 做好事 好心 这些谁都可以有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要分开 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 就我们要发心 发菩提心 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要成佛 其实这个我们从我们今天 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 情况来看 我如果我要说我要读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很难的事情 很难很难 但是我们只要有这样子的心 只要有这样子的心 就这个一定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能做得到 总有一天一定能做得到 大家不要害怕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读天下所有的众生呢 不可能我不发这样子的心 这样不对的 必须要发这样子的心 只要有这样子的心 就能够能够实现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 尤其是学大乘佛教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勇气 大乘佛教 是勇敢的人 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学 大乘佛教 就是必须要有勇气 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成佛 我无论如何也得我要让一切众生成佛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这样子的勇气 才能够发菩提心 那我们今天听课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也这样子发菩提心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听课 我们以后 学佛心山 所有的心山 都必须要有菩提心 不能离开菩提心 我们的 包括少祥 百佛这样子的这个山 也一定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 这样子才叫做达成佛教 当然这个菩提心 是有它的这个整头的修心的方法 训练的方法 我们今天还没有训练 那没有训练的话 让我们要发出一个很标准的菩提心 这个很难 但是呢 我们就是勉强的 早左的 北东的 这样子去想 也可以 我一定要度终生 所以我要成佛 因为我要成佛 所以我今天要来听课 这样子也是算是菩提心了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训练 以后我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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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 就可以有真正的菩提心 好 这样子发了菩提心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今天 讲今天的这个课 那今天的课 是 讲什么呢 讲四加星 讲四加星 然后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四加星呢 我去年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就来过这个地方 然后呢 也去过了这个兵城和这两个地方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想我下次再来一下 希望能够再来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佛教徒也就比较多 但是呢 很多很多人都是比较茫然 大家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出路 修行的方法 那我们去年的时间很短 只有一天 今年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够 只有两天 只有两天 那我想就是就回来 为什么要再回来一次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 寻找解脱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我当时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心愿 那么今天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地方 有机会了 那么有机会的话 我这次就是专门安排这个地方 就是讲这个四千星 那我们通过网络 通过网络 听课的人来说 对他们来说 这个四千星 已经是听过很多很多次了 有些人都可能听过五次 六次 十次 八次了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现场的人来说 可能很多的人一次都没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就这个佛教的这个状态 就不是很好 不是很乐观 我们比如说 我们很多很多的出家人 只懂得这个眼睛 上皂丸的壳 主要是眼睛 然后其他的也不怎么动 然后我们很多的趋势呢 佛教徒呢 就只懂得少向拜佛 少向拜佛 然后就念佛 除了这个 念佛当然如果会念 那也很好的 但是我们念佛 我们的所谓的念佛 也就是口头上念 其实念佛的很多方法我们也不懂 然后呢 我们也没有人给我们讲 怎么样去修心 怎么样去学习 什么叫做佛法 什么是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都不懂 但是呢 相学的人确实是很多 相学的人很多 相修心的人也不少 也不少 但是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停留在这个少向拜佛的阶段 为什么停留在少向拜佛的阶段呢 因为我们只懂这一点点 我们只懂少向拜佛 我们不懂 如果我们再懂一点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做 稍微做得更好一点 我们一定会做得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没有人给我们教 我们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上师 活佛 堪布 来了以后呢 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法会 然后就是买包拼 然后就是这个 让大家捐款 筹募 就是只有这些 没有别的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走解脱道 没人讲 然后呢 汉川佛教的很多的法师 来了以后呢 还不是搞这个 所谓方法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有搞太多太多的水炉发挥 然后也就搞很多很多的其他的 这些孝在严收这样子的发挥 孝在严收的发挥 水炉发挥等等 这个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 如果我们以慈悲心 以菩提心来做这些 如理如法的去做 当然是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新师化 更多的就是上野化 这样子以后呢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样子以后 我们很多地方走到哪里 基本上情况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大乘佛教的这些慈悲心 菩提心 处理心 正悟空心的简洁 有这么这么好的东西 但是这些我们没有人去学习 也没有人去教 然后更没有人去修 然后呢 就是把这些什么水炉发挥啊 什么孝在严收啊 什么买包拼啊 什么灌钉啊 这些新师化的东西啊 就把我们的真正的佛法就给取代 啊 取代 取代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啊 所谓的学佛的人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啊 然后我们的就是越来越过度过分的去搞这些啊 新式的东西啊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对社会的啊 我们对社会的这种这种影响也是啊 非常的不好 很多人觉得佛教是迷信啊 为什么呢 佛教不是迷信 但是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啊 都是不了解的人看起来是迷信 实际上了解的人看里面确实也有很多的迷信啊 迷信的成分 这不是佛法的迷信 是我们自己不懂啊 最后就变成了迷信 嗯 嗯 然后呢 藏传佛教也是 藏传佛教啊 啊 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藏传佛教就是买包拼啊 啊 然后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发挥啊 然后这些更多的来募款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藏传佛教的真正的这些实质性的东西 不了解 没有人讲 没有人学 汉传佛教也是像华严经 这样子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大乘佛教的经典 也没有人讲 没有人懂 然后我们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子 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不 实际上应该说是不应该变成这样子 没有必要走到这样子的地步 现在条件是比较成熟 大家学习 大家修行 还是可以学习的 可以修行的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人 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也讲过了 释迦牟尼佛说外道 任何一个外道 任何一个外道都没有办法去摧毁佛教 佛教是摧毁 摧毁不了的 但是佛教徒就会毁灭佛教 摧毁佛教 就是我什么叫做佛教徒摧毁佛教呢 就是我们现在搞这么多的心事 把这些真正的佛法 任何人就最后农的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 大家都认为佛教就是这样子 搞这些各种各样的捐款 募款 然后就是搞这么多的发挥 这谁搞的 这不就是我们自己搞的吗 这是我们自己搞的 藏传佛教为什么给这么多人 这么不好的影响 还不是我们自己搞的吗 不是别人搞的 是自己搞的 然后汉传佛教也是 汉传佛教就自动的 就是做这些烧香拜佛 然后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发挥 没有真正实质性的东西 还不是我们自己搞的吗 不是别人搞的呀 所以我们要反思 我们要反思一下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佛教 自立立塔 大乘佛教的这个自立立塔的精神 我们怎么样去弘扬 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到家庭当中 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这些都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只有两天 时间也是非常的短 两天确实是学不了什么的 但是我们愿意学的人 想学的人都可以通过 通过网络可以学习 通过网络可以学习 从今以后我希望或者是我建议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大乘佛 不管是藏传佛教的 活佛看部来也好 这个汉传佛 汉传佛教的法师 方丈 大和尚 大和尚 来也好 我们要向他们清转发轮 希望给我们讲一讲真正的佛教 让我们知道一下什么是佛教 不要再搞这些心事的东西 这些心事东西不要再搞了 已经很多了 不需要再搞 至少暂时不要再搞 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再说 现在暂时我们不需要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修心 就是智慧 我们需要的是智慧 所以希望你们来给我们讲这个指挥 来讲慈悲心 这样子清转法轮 清转法轮 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佛教变成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佛教徒的数值不高 水平相当的长 数值很低 我们就希望把佛教拥来 让我更加的健康 让我更加的发财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 用佛教的思想去为这个社会服务 为人类服务 为全中生 全生命服务 我们没有这么去想过 我们用佛教用来让我过得更好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数值相当的差 因为我们的数值差 所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没有数值的人 就只能有这样子的烧香拜佛 这样子的佛法了 因为这个跟我们非常的相应 这个才是跟我们相应的法 如果我们的数值稍微高一点的话 那就有这些吗 不会有这些的 我们还是会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的数值这么差呢 难道我们每一个都这么差吗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那么那么那么惨 每个人都很虔诚的 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佛教的教育 因为没有佛教的教育 所以我们越来越惨 所以我们只懂得佛法 用来让我赚更多的钱 那这个为了更有名声 为了这个升官发财 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因为没有佛教的教育 然后我们的数值很差 因为我们的数值很差 然后相应我们的这些都是什么 卖包拼啊 什么水炉发财 就是这些 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要大家要 要这个 要翻识 我们人生非常非常的难得 这么一个难得的这个机会当中 本来是我们可以学到 达成佛法的这些精化 但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 我们没有去学 那没有学人生很快就会过去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遗憾 我们这一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前世 多世类界当中修来的福报 修来的福报 但是我们虽然是有这样子的福报 来到这里 但是我们没有去珍惜 那这样子很遗憾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从今以后 我们哪怕是每天只有五分钟 十分钟的时间也好 就是要在这个征法上面下功夫 征法 我们走征道 学征法 学征法 这个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 我们以后要要有文思 要有学习 要有修心 这样子的话 我们比如说 每天哪怕只有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时间 也好 我们的人生是确实是有变得非常非常有意义了 否则的话 我们又不学习 然后我们又不懂因果 然后参加了太多太多的这些发挥 然后我们以为 我参加了这个发挥以后 从今以后我什么都很顺利了 然后我马上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结果我也没有升什么官 我也没有发什么财 然后呢 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开始 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然后有各种关怀 那难道是不是 这个因果不存在啊 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为什么我还不升官呢 为什么我还不是发财呢 为什么我还有那么多的不顺利呢 我们就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疑问 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疑问 我们自己也解决不了 我们去闻出家人 出家人也解决不了 那最后我们任何人都解决不了 这些疑问 最后我们就没办法学 最后就学不下去 就是目前我们是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子不对的 尤其是年轻人的话 一定要学习 我们比如说 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说六十七十以上 那我们可以说 可以可以 我们坚一 就专心的念佛 不需要去学太多的东西 可能是可能是学不回 所以呢 好好念佛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年轻人呢 那就是还是要了解一下佛法 佛法是直立立塔 我们很多人说 佛教是为了赖事 佛教是追求赖事的 不是 佛教不是追求赖事 那是不是佛教是追求现实呢 也不是 佛教不是追求现实 那么现实也不追求赖事 那到底追求什么呢 佛教不是追求现实和赖事 佛教就是用来干什么 佛教是追求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慈悲 智悲 佛教不追求现实 不追求赖事 就追求直和悲 提升自己的指挥 提升自己的慈悲心 这就是佛教的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追求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大佐修心 这样子的话 哪怕是花的时间 就几十分 十几分钟的话 也是很有意思的 希望大家以后努力修心 接下来我们将今天的这个课 我们很多人确实是想学 想修行 但是呢 就是找不到这个乳口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从什么地方下手 我们虽然修心 我们虽然修心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修 这些都不明白 那么我们现在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学习和修心 简单的方法 那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完整的 系统的一个修心 从灵开始 从灵开始 最后的开悟 正无 也就是禅宗讲的民心建信 从灵 从最开始 从灵开始 到最后的这个开悟 之间的一个非常系统化的 一个规范的 很规范很系统 很有次第的一个修法 这个藏传佛教里面 确实是有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人讲这些 没有人讲这些 因为这些讲了也没有 这个转不到钱的 这个转不到 这募不到款有可能 所以我还是买点包拼的话 更加的现实一点 所以没有人讲 其实这个 这个汉传佛教 也有像这个禅宗 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法门 也有非常非常好的 这些修行的方法 但是这些也是 也很难 我们非常希望 有些地方我们认为 是应该是有的 我们以为有 但是看起来 也就不怎么样 所以很多地方的情况 都是大概就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就是很 就30年50年以后 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叫佛教 大家都认为 佛教 就是小想拜佛 这就是佛教 这样子 所以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 学一点点佛教 希望你们虽然是工作压力 可能有点大 但是我想可能 这个地方的工作压力 也不是特别特别大 生活节奏也许不是特别的快 不管怎么样 我们再生活节奏再快也好 工作压力再大 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一天可以 积一点时间 比如说半个小时 40分钟 20分钟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也可以去学习 也可以去修行 也有意思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修呢 首先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藏传佛教的最基本的 这个修法 藏传佛教是怎么样 从零开始的呢 怎么样这个在解脱的这个道路上 埋上第一步呢 怎么样埋上第一步 怎么样走上第一步的呢 怎么样进入这个解脱的道路呢 怎么样进入这个解脱的道路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我们 首先讲死前心 有些时候叫做前心 有些时候叫做家行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那前心是什么呢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做任何一个事情的前面 就有一些预备的工作 有个预备的工作 这个预备的工作 应该也不叫预备的工作 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建一栋楼 建一栋楼 首先他把它的底级打好 基础做好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工作 叫做前心 也叫做家心 也叫做前心 那么这个前心 有两个前心 两个 首先第一个叫思前心 有四个 其中有不同的四个修行的方法 然后这个第一个做完了以后 这四个做完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做第二个前心 第二个前心呢 里面有五个 那一共加起来 不就是九个吗 九个层次 九个层次 我们第一个做完了 再去做第二个 第二个做完了 再去做第三个 然后这些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怎么样知道 这个我第一次 第一个修法 第一步 我怎么知道修好了呢 那么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标准 我的心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时候 这就是你可以确定 你把这个第一个做好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做第二个 然后做第二个的时候呢 你的心应该有应该有这样子的变化 达到了这个变化的时候 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时候呢 然后你就可以说 第二个修法 我做到了 我就可以修第三个了 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 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每一个修法 每一个修法都思维的方法 都是特别的清楚的 思维方法一点都不模糊 特别特别的清楚 那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思考 去思考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修 那这样子就叫做思前行 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前行 那也叫做思前行 思前行 这思前行 这个四个前行 它的目标 它的结果是什么 四个前行 九四个前行 是过程 那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要培养处理心 培养处理心 培养处理心 什么叫做处理心呢 是不是处理心 是不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去出嫁呀 不是这个意思 人身体 我们的身体 可以不处理 暂时也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内心当中 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 就过去我们的目标 就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我自己过得好一点 这个目标 简单的说 就这个目标了 过得好一点 这个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水准都有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希望我自己过得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没有学佛之前 那么学佛了以后 也可以有 我希望我自己过得好一点 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了 这个不是罪国 但是 但是 我有另外一个目标 有另外一个目标 另外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要解脱 我要解脱 我要超越这个生死轮回 在如果我不超越这个生老病死 我不超越轮回的话 那在轮回当中 我再幸福 再怎么样 也最终还是不幸福的 最终还要 我们大家都要去 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当中 一辈子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健康 那最后我们还是会衰老 最后我们还是会死亡 死了以后去那里 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家都没有 没有把握 所以 即使是一辈子 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顺利 特别的健康 但是最终还是 还是逃不过 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 所以还是要超越 超越 如果不超越的话 那就是这个轮回当中 我们确实是找不到一个 让我们特别满意的 幸福和快乐 所以我们要超越 然后呢 不但是我要超越 而且我要让更多的人超越 我们大家一起超越 我也要超越 同时我要让更多的人超越 我们大家一起超越 而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新的目标 这个就叫做出离心 这叫做出离心 如果我们 始终就有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烧香也好 拜佛也好 念经也好 绣苗也好 所有的这些都就只有一个目标 是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我自己活得 过得好 过得好 那包括包括念经 包括这个烧香白佛 最终也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 包括我们学佛 最终也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只能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轮回 永远都没办法超越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 跟崇高的这个追求和目标 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崇高的目标就是说 我要我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超越 超越就是 超越就是我从此以后 就没有圣老宾思的痛苦 没有这些坦诚痴这些烦恼 没有这些烦恼的痛苦 我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经济 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智慧 要提高 要这个升级 升级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没有圣老宾思的痛苦 也没有这个烦恼 就要提高到这个高度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佛教追求智慧 佛教认为 智慧 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智慧 才可以解决痛苦 我们今天为什么 这个痛苦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 即使是一辈子都过得很好 最后还是不好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有些想法 我们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的观点 这个错误的观点 这个错误的观点 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些一大堆的问题 那我们不让我们这个轮回当中走出去超越 所以佛教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用指挥来解决 就能够解决 所以佛教追求智慧 然后呢 我如果我自己有智慧 我超越了 但是我如果没有慈悲心 那我不会管其他众生的 如果我不管其他众生 那我一个人解脱了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所以呢 我要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的话 那我也去让更多的人解脱 这样子佛教就认为 这两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追求 有了这两个 我可以自立立塔 自立立塔 所以佛教就追求这两个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思加心也是这样子 出立心 我们刚才讲 思加心是为了出立心 出立心就是为了超越生老兵死 这样子 这叫做出立心 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害怕 出立心 有了出立心以后 有了表准的出立心以后 如果想赚钱 可以同样的可以去赚钱 如果想买大一点的房子 也没有问题的 如果想开 名车 穿名牌 都没问题的 只要有这样子的 这个 冲告的 一个冲告的目标 往这个方面 稍微努力一下 就可以了 其他方面 世俗的这些 只要我们的这个生活 对 对终生 对其他的终生 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比如说我们没有去杀到阴王 是我正当的手段 赚的钱 让我自己去用 当然没问题了 所以这些都 大家不要认为 我们出立了以后 我们什么都不可以了 所以我不出立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对出立的 一种无解 接下来我们讲 怎么样培养出立心 怎么样培养出立心的方法 要讲 首先我们今天就讲 这个四千心里面的 前面的两个 前面两个叫什么呢 一个叫人生难得 另外一个叫做死亡无常 就这两个 那人生难得 这里面讲什么呢 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肯定 要肯定我们自己的 这个生命的价值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 我们不管在这个社会上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有钱的没钱的 有权利的没有权利的 都是 无论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没问题 主要是从佛教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生命 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非常难得的人生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生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生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的人生 很有难得呢 是不是我们很有钱呢 是不是我们很有命呢 这些都不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想成佛也可以 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可以 如果我们想选择 我要成为阿罗汉也可以 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 这是很多很多的 众生 很多的人都没有的 动物这些更不说 人 很多的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那我们这一次 我们有这样子的选择的机会 然后我们有机会去听大乘佛教 慈悲和智慧 我们有机会去追求 这个慈悲 追求这个智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集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难得的 这叫做人生难得 但是这个人生难得 我们之前我们不太不太清楚 我们不太清楚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有多大的价值 我们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那么我们要去思考 思考 思考什么呢 这人生难得的修法里面 修行的方法 这个里面的思维的方式 有十八个思维的方式 十八种 十八种 十八种最根本的这个思维的方式 我们很多人问 那我们大做的时候 像什么呢 到底像还是不像 如果要像 那我们像什么东西呢 就像这些 人生难得 有十八种 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思维的方式 十八种最思维的方式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思维 经下来 比如说我们大做的时候 神体就作为披露七法 然后呢 排无旗 然后祈祷释迦牟尼佛 这些都是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不讲 你们可以通过 这个网络 大家可以通过网络 可以通过DVD 可以学习 这个我们不再重复 大做的时候 我们经下来 然后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 这个十八个 十八个这个 不同的思维当中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如果我今天 我不在这里 我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我现在这样子的身份 如果我在地狱的当中 如果我在地狱的 地狱当中的一个人的话 那我会有 会什么样子 我有没有这些 这个去追求解脱 发菩提心 出离心 走向解脱 我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 我们去思考 地狱众生 地狱众生是什么样子 它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第一 第二 地狱众生的身体 是什么样子 第三 地狱众生的 这个 熟命 熟命的长端 是什么样子 第四 地狱众生 它每一天 人手的这个痛苦 它每一天 感受的这个痛苦 是什么样子 这四个方面的去思考 思考了以后 我们就会体会到 如果我这一次 我如果是在地狱当中 我是一个地狱众生的话 那我每一天 时时刻刻 都在 都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人手 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 我根本就没有去机会去 听法 根本没有机会去 这个 发菩提心 菩提心这个字 这三个字 听到这三个字 都不可能的 连这三个字 我都听不到 更不用说 我去修心 学习这个内容 连这个 在地狱里面 我们 散保 佛 发生 散保的名称 都听不到的 通常 连散保的名称 都听不到 更何况 去学习 修行 大座 哪有这样子的机会 根本就不可能 幸亏 我不在地狱 如果我在 那我有 哪有今天的这些 这些这个机会呢 根本就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现在感觉到 我非常的幸运 我非常幸运 因为地狱里面 有这么多的终生 这么多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都在 都在 面对各种各样的痛苦 但是我不在 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我有机会去学法 我有机会去听法 我有机会去搭坐 那 这么多的终生 在地狱里面 他为什么没有 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而我为什么有 如果我也就是像他们这样子 如果过去 我也就是没有 有些事情 如果我没有做好的话 那我今天 也就跟这些地狱众生一样 我也跟着他们一起 我也跟着他们一起 今天 就只有 抱怨 仇恨 不可能有慈悲性 不可能有信心 地狱众生 没有这些的 连一句 佛号 我都听不到 听不到 更何况 去祈祷 拜佛 更何况 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深深地体会到 我确实是这次 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以前没有去想这么多 我还是想我很多地方 我这里没有对 那里没有对 我还是对自己的 人生很不满 很不满意 很不满足 我天天就是活在一个 这样子的情绪当中 但是我现在这么去比较 一比较 我立即就知道 我这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幸运的 我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的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立即就感觉到了 这是第一个思维的方式 第一个思维方式 然后呢 从这个 从地狱终身 到六道轮回当中的 人以外的 这些每一个一个都去思考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动物 如果我是一个动物的话 那动物的痛苦 当然没有像低欲 众生那么的严重 如果我就想 我就是一头竹 一头牛 或者是在成千上 这些原始生灵里面的 一个蚂蚁我里面 蚂蚁血里面 有几百万亿 几千万亿的蚂蚁 如果我是其中一个的话 那我会是什么样子 那这么多的生命 他们今天是蚂蚁 为什么我不是呢 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蚂蚁我里面的一只蚂蚁的话 那我有学习的机会吗 我有修行的机会吗 我会有这些 这些 这些 追求慈悲心 追求解脱 这些 有这些机会吗 没有 那么没有的话 那么一个蚂蚁血里面 有这么多的 终生 他们都没有这个机会 而我有 我有这机会 这个很不容易 我们今天有少数少数的人 才有机会去追求 这个解脱 追求佛的国位 追求慈悲心 追求知会 我们既少数既少数的人 才有这个知会 但是我们不珍惜 我们不认为 这是一个机会 不认为是机会 我们当时 到时候我们离开了 这个 当时我们失去了 这个机会的时候 或许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时候 一切都来不及 这个时候知道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时候 我们这么去思考的时候 然后有进一步的决定 我的这个生命 是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有意义的 这一词 我不管是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我不管是工作有多累 我不管是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了多么多么多么的 多少的坎坎 但是呢 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确实是非常的幸运 确实是我有很好的这个机会 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 要有这样子 要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思考 有了这样子的观点 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 这个有八个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首先 这叫做 这个把闲暇 把闲下 闲是什么意思呢 闲 就是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做 闲 不是说没有事情做 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在地狱里面的话 那我整天都是忙碌的去受这些痛苦 我根本就闲不下来 我根本就没有去机会去思考 去思考 这些 这些这个 解脱呀 慈悲呀 这根本没有去机会 我整天都是忙于受痛苦 所以我闲不下来 这叫做 我现在有八种现象 敌鱼 不是敌鱼 这个不是恶鬼 不是动物 等等 一个一个 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然后也有 也有你们可以在网上 灰灯之光的这个网上面呢 有这个很详细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 很详细的讲过了 大家可以自己可以免费下载 下载以后自己可以学习 这个每一个都这么去思考 有八种不同的 这叫把闲下 然后就后面就有十个圆满 十个圆满 十个圆满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长得 我们长得漂亮也好 不漂亮 我们长得帅也好 不帅也好 我们健康也好 不健康也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是非常圆满的 怎么圆满呢 从学佛的这个忌讳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这个人生是非常圆满的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我没有偷生到人生 如果我是一个天人 标面上看起来 他生活过得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没有机会去学习 没有机会去修行 没有机会去追求智慧和慈悲 他不懂得走解脱的道路 不懂得走解脱道路 所以我很圆满 我今天不是天人 我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机会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仅仅是从这个角度讲 我很圆满的 人 然后这样去思维 第二个思维的方式 比如说我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人有很多很多 有些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他虽然是人 他投身到人类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环境的原因 教育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没有机会 去追求慈悲 追求智慧 走向解脱 他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出生的环境 有关系 如果他出生在一个 没有佛法的边缘的地方 那他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那我这一次呢 他投身到有佛法的地方 有佛法的地方 有佛法的地方 不管是我的这个环境 我的环境 我生活的环境 有怎么样 不管他是什么 怎么样 但是从佛法 学佛的角度来讲 我就是出生在一个 有佛法的地方 可以去听大乘佛教 可以去追求佛法 可以去追求慈悲心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我出生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的不容易 很难得 潜在难逢 为什么这么多人 没有出生在这样子的地方 那我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我有这个机会 要这样子去思考 大家要这样子去思考 这是第二个思维的方式 这种思维的方式 有十个 十个都是一样的 思维的方式都是一样 它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我前面我们讲的八线下当中 我讲了两个思维的方式 然后其他的 这个六个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角度 角度不一样而已 然后我们十个远瞒当中 我也讲了两个 那么其他的八个 大家看书 看什么书呢 大家可以看 大圆满的潜心 图显上是眼角 那这个目前 已经有 已经有这个中文版本 韩文的版本 大家可以 旺盛可以下载 大家可以看 然后呢 也有 说大级看部讲 详细的解释 所以这个时评 我们也可以 网上可以看 可以听 然后也可以看书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 有机会学习了 学习这个就 很容易 很容易解决 不成问题了 我们有很多的诗拼 有音拼 有书 随时随地都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大圆满的前行 不限上是眼角 还有灰灯之光 就是童书一懂 也有诗拼 也有音拼 然后也有书 这里面也这样的清楚的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这方面的书 这是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听 只要有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听 坐扯的时候 也可以听 走路的时候 也可以听 然后呢 很多时候 都是可以听的 首先我们要去听 先要详细地了结 这些思维的方式 有些时候呢 很多人说 我们思维的时候 我都挤不清楚了 挤不清楚 我要思维大左的时候 都挤不清楚 他们说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们不要去挤住 这个十八个这么多的 甚至还有更多的 首先我们学的时候 都可以学 但是修的时候 去思维的时候呢 你们首先 大概就是 其中两个三个 翻覆地看 挤住了 挤住了以后呢 我们翻覆地去循环地 去思考这几个问题 就不要把十八个都 从头到尾 一个一个去思考 这样子可能有点难 有些时候我们确实 也是挤不清楚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其中的 一个两三个 两三个挤住 挤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静下来 大左去思考 大左的时候 所谓的大左 有很多很多重 大左有太多太多的 禅丁 那我们最早的 从零开始修行的时候呢 这些大左都是有思维的 有思考的 思维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思维这些 就去思考这些问题 首先让我们感觉到 我的这个生命 确实是很有意思 然后这一次的 我的人生 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认识 认识这一点 为了认识 为了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反复地去思考 思考 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思考 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 就是我们全范围地去思考 我这次的人生 真的是跟很多人不一样 很特别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都是说 从学佛的角度去讲 这个机会 这样子一步一步地去思考 一共有十八个不同的思考 思维的模式 希望大家一个一个去思考 比如说我们首先 偷两个三个思考 思考两天三天 一个星期就思考这些 然后稍微有一点感觉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 下面的几个 四五个两三个思维的方式 然后我们又去思考 思考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半个月都可以 这样子一步一步地去修 这个修心 我们每天都要修 但是不要记 不要挤功精力 不要说 我今天修了 明天一定要有个结果 如果没有 明天没有结果 我不修了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不会成功的 必须要有耐心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世俗的这些工作 这些也是这样子 必须要有耐心 必须要坚持 坚持才能够成功 修心也不离碗 这样子去思考 然后最终 最后还有几个思考 另外几个 另外几个 他人生难得 怎么难得呢 佛经里面讲了很多的避欲 用很多很多的避欲 来描述这个难得 这些书里面有 大家去看看 去思维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数量上 数量 数量上 这个比较 比如说地狱里面 有 有 很多很多的众生 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 就在瘦指甲上 瘦指甲上 放一点点灰尘 然后就告诉身边的 弟子 佛陀就问他们 你们认为 这个大地上的灰尘多 还是在我的这个 指甲上面的灰尘多 然后重弟子回到 大地的灰尘多 佛陀的手指上的灰尘不多 然后佛就告诉他们 那么地狱里面的众生 就多如大地的灰尘 然后恶归里面的众生 这两个比较的话 就少如 手指甲上的众生 然后恶归和 这个东吴比较的话 恶归里面的众生 躲入大地上的灰尘 然后这个东吴的树梁 就烧入手指上的灰尘 最后就是六刀 这样子一个一个对比 最后人 人就是最少最少最少 人是最少的 那么人当中 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达成佛教 有机会去搭做 有机会去修心的 那这种人 有多少呢 那这种人就更加的少 大家都非常清楚 更加的少 这样子 数量上 比如说 我们 我们一千个人 去招工作 我们一千个人 去招工作 那这个企业 只需要五个人 五个人 那么我们一千个人 去招事 免事 他只需要五个人的话 那这个名额 很少 很少了 很少 995个人 都要被淘汰的 只有五个人 才可以 那这个 如果我们要进入到 这个五个人当中 那多难呢 非常非常的难 同样的 就是除了人 以外的 这个这么多的生命 这么多的生命 那他们的这个 这么无数 无贬的这个生命 光是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都是这样子 那整个宇宙的生命 就更不用说 那地球上的生命 动物都这么多 人就这么一点点 那我今天 为什么不是这些 动物当中的一个 而为什么是一个人呢 就是这么少 我今天 这么这个 进入这么少数量 少部分的这个人类当中 这已经是非常 非常的不容易了 非常不容易 这么成千 三万 无辩无几的终生 都没有机会做人 而我们有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人当中 不懂得解脱 修心的人有多少 然后呢 我又不是这些 不懂的人当中的一个 我现在就是一个 有这样子的机会 动得走解脱 到的一个人 那这样子以后呢 却是这个 从数量上讲 特别特别的 不容易 特别的难得 特别的难得 这样子去思维 这是一个思维方法 另外这是一个模式 另外还有一个 难得的 难得 那我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是能够 通生到这么少数的 这个人 为什么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难得的人生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今天就得到了 一个这么少的名额当中 我为什么得到了一个 而他们没有得到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是人 他们不是 也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下意识 我们还要得一个 这样子的人生 那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要有截律 清净的截律 比如说出家人 那出家人的截律 在家人的话 那就要有在家人的局势截 哪怕是两条截 三条截也可以 必须要有截律 没有截律 下意识就不能得人生 然后就是心闪 如果没有心善 没有心善 也不能得人生 第三个就是发愿 发愿 我们每次都发愿 我还没有成佛之前 能够圣圣思思 能够活得人生 活得了人生 然后我进一步的去修行 以人的身份去修行 进步 要这样子发愿 发愿 这三个 有了这三个 那有可能我们下意识 再活得这样子的人生 但是 这个第一个截律 第二个心善 第三个发愿 那能够做这三个的人 有多少 很少的 所以 从他的营 从他的这个 营远的角度来讲 人生 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 得到的 那 虽然是很 很难 很难 但是我今天确实是 得到了 那么得到了 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就是要珍惜 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要珍惜自己的机会 这个就是 佛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 首先 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人生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希望的 这是一个 让我们 这就是一个 让我们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这是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你努力 你一定会可以的 一定会可以 为什么呢 你有这么好的条件 你有这么好的客观的条件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 请问 所鼓励我们 但 这也不是 仅仅是一个鼓励 实际上 也是 实际上 我们确实是有这么多的条件 有这么多的条件 有这么多的条件 所以我们稍微自己努力一下 那我们很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 这是藏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第一个 其实这个是 不是藏传佛教讲的 这个汉传佛教 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经典 当中都讲了的 这些都讲了 但是藏传佛教呢 把这些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些 这些 交易 把它 就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 先后有次第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他把它弄成一个思维的方式 他把它弄成一个方法 可以操作的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 可以去想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的模式 其实这个不是藏传佛教里面 这汉传佛教也有的 南传佛教里面 这些也讲的也很多很多 大乘 小乘里面都讲了很多 这个不是密宗的特点 这是显宗里面讲的特别的多 这是第一个 这个四个家庭里面的第一个 叫做人生难得 是这样子 那么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大家必须要接受这一点 我们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是为什么说有问题呢 对我们自己特别有勇的东西 特别有勇的东西 而且是对我们的长远来说 特别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就往往就忽略了 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呢 我们特别看重的 特别看重的 特别在乎的东西呢 往往就是 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用 有勇也 只不过就是暂时游泳 根本就不能给我们解决 长远的这些问题的 这些东西 我们特别特别的看重 特别的在乎 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拼命 另外一个对我们长期忧勇的 这些事情上面呢 我们从来不付出 从来不下功夫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的 这个结果也是 也是就是胜老病死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确实是我们明白 什么是解决长远问题 什么是有意义的 什么就是暂时的 我们都有 我们有能力去辨别 辨别这些 为什么有能力呢 因为我们接受了佛陀的教育 我们接受了佛陀的教育 以后呢 我们才有能力去辨别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样子去思考 反复反复的去思考 那思考了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人生难得 最少也要修 也要修这个三个月 这样子的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是怎么计算的呢 就每天一到两个小时 每天一到两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间 至少也要修三个月的时间 那最后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确定修好了 标准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有标准 有标准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 我们自己能不能知道 这个标准呢 当然可以知道的 我们自己会知道 我现在修好了 或者说我还没有修好 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 那标准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呢 有高标准 有地标准 地标准 我们不讲高标准 我们就讲地标准 地标准 最地的标准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去学习 还没有去搭着 还没有去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的生命是最最最最珍贵的 这个不仅仅是人类 动物也是这么认为 不仅仅是学佛的人 而武神论知 他也这么认为 没有一个人觉得 自己生命没有价值 没有这个不珍贵的 大家都很珍贵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 我的这个人生很难的 我不要去浪费时间 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过去 比如说我们吃喝玩乐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们也不认为浪费时间了 然后我们也不认为 浪费自己的生命 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但是自从 自从朽了这个人生难得以后呢 然后就我们最低的显度 也就是我们的心里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特别的懂得珍惜自己的 这个所有的机会 所有的生命 主要是 就是懂得去修心 去修心 去提升自己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这个慈悲心 如果我们 比如说不去修行 不去搭着 不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感觉到 感觉到确实是浪费生命了 确实是浪费时间了 有这样子的明显的 明显的变化 有了这个变化以后呢 它能够 它能够 动员 动员我们去修心 动员我们去学习 就是有这样子的变化 我们内心当中 有这样子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初步的 可以去确定 我这个人生难得 就修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可以修下一个 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级别 有些人呢 修了这个以后呢 特别的感受 就特别的明显 特别的明显 我一定要 认真的努力的去修心 努力的去修心 否则的话 我以后 失去了这个 这样子的机会以后呢 再也没有 得不到 那么难得的机会 我不可能 每一次 每一次都得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机会啊 所以我这一次 一定要机会 所以它 在修心 修心 搭着 学习 这些方面 非常的 勇工 非常勇工 但是我们 同时 必须要知道 不能 不能一时 冲动 一时冲动了 冲动了 就 辞职了 离魂了 然后就说 我要去出家了 然后就 到寺庙里面去 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生活 又觉得发围 然后又回来了 这样子 工作也找不到 家庭也没有了 那这样子 也是不对的 所以 所以还是要 冷静 就是要冷静下来 要淡定一点 虽然是觉得 特别特别的难得 这个人生 非常难得 有强烈的感受 但是还是要 还是要 就不能一时冲动 所以 所以这个 修心是要修 但是呢 工作 家庭 这些 也是 也是有这个责任的 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也要 负这个责任 如果 佛教徒 一学了佛 马上就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都 不要 不工作了 不要家庭了 所有人都这样子 那谁敢学习啊 谁敢学佛啊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敢学佛了 所以 我们要做一个平衡 生活 和修心 要做到平衡 然后呢 工作 跟这个修心 也要做到平衡 做到平衡 不要有冲突 本来就是没有冲突的 不要有冲突 不要发生矛盾 这样子就是一个正常的 宰家人 就可以这样子修心 更好了 当然我们 比如说 我们没有什么 家庭的责任 没有什么社会责任 什么都没有 就我随时都可以出家 好好修心 那当然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我们的选择 这也是一种 我们人生的 一个选择 那当然更好了 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修心 如果这个条件都具备了 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宰家人的话 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说 说走就走 说出家就可以出家的 这样子的人 这么自由自在的人 还是很少 很少 所以还是这些要平衡 这是人生难得 修人生难得最终的结果 我们讲的是最低的标准 就是明显的变化 从此以后就认为 我不能浪费这个人生 不能浪费这个时间和机会 我浪费不起 我一定要珍惜 我要努力 这样子我们懂得把这个时间 好好地分配 充分地利用 把时间充分地利用 一部分的时间用来工作 一部分的时间用来生活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时间用来修心 把所有的时间都充分地利用起来 最后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人生难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 这个 走解脱岛了 比如说一个飞机 从地面 开始飞到25公尺高的时候呢 叫做起飞 飞机的起飞 那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是一个飞机的话 一架飞机的话 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地面 就稍微离开了几米岗了 所以我们开始起飞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走解脱岛了 我们已经清楚了 这个生命是不可以浪费的 不可以 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观念 已经有了 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解脱方面走 开始已经起飞了 但是刚刚起飞而已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努力 这是第一个 修行的 第一个 私家心里面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那起飞了以后呢 飞机起飞以后 离开地面 25公尺以后呢 然后它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我们也是 我们秀了这个 人生难得以后 我们再秀下一个秀法 让我们更加的勇共 更加的有 有信心 走上这条路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死前行里面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无常 叫人生无常 守民无常 死亡无常 叫做无常 那无常呢 这个 这个大圆满的前行 里面就讲了 七个 根本的 根本的思维的方式 最根本的思维方式 就有七个不同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 他们都是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现在 也可以这样去思考 比如说 他首先讲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怎么变化 怎么无常的 我们的这个地球 太阳系 宇宙 都在变化 都在不断地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我们的地球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在是什么样子 然后 未来 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可以去学 这个 科学 科学讲的也可以 或者说佛教里面也讲了很多 佛教里面也讲了很多 跟现在讲的 有些地方是很响的 有些地方有点不一样 但是都没关系的 我们 怎么样讲 都没问题 这个世界就在变化 它变化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都可以的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的方式 它都在讲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变化 然后 总的来说 我们的这个地球 它是 最早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子 然后 这些都是 我们一个一个去思考 这是一个 然后 第二个思维的方式 思维的方式 就是 生命 生命就是 总的这个生命 我们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这个人类 的生命 也在这样子变化 这么 五六百万年 五六百万年 从最早的这个 原人 到现在 这样子 一步一步 怎么样过来的 就像大尔文的 生物精华轮 里面讲的 一样的精华 或者是我们佛教里面 也讲了 这样子的 不叫精华 但是实际上 内容就是像差不多的 这个也有 跟我们现在的说法 也有 也有 也有这个 相识的地方 也有不太想的地方 都有 这个没关系 怎么样揭示 都没问题的 自己喜欢 怎么样去思考 都可以的 也许我们现在 尤其是比较 年轻人的话 就比较相信 这个科学 那就科学 也有一枕头的 这个 揭示 这个世界的变化 然后 揭示我们 这个生命的变化 有一枕头 那么 通过这个 角度去思考 也是可以 它也 充分的可以说明 这个世界 不断的在变化 然后呢 这个生命 也就不断的 这个变化 都可以的 这样去思考 然后呢 每一个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 最后 它要 它要得到的 这个结果 它要得到的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 非常的 感受到 一切都是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所以 我们 明天 是什么样子 下一个月 是什么样子 我们根本 就不知道 明天 或者是下一个月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发生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 变化 都有可能的 从个人的 生活的角度 讲 从整个的 这个生命的角度 从整个的 世界的角度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个未来 它是 我们任何人 都不清楚的 都有可能 它有可能 很多很多的 这个变化 发生 很多很多变化 尤其是 跟我们的修心 有特别的关系的是 我们要去 关注我们 自己的 这个变化 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变化 我们的生命 是非常的脆弱 非常脆弱 所以说没有 就没有 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人生 乃之不易 要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人生 特别的难 但是 失去这个人生 是非常的容易了 失去这个容易 人生是特别简 特别的容易 一下子 就可以失去 但是 失去了以后 再活得一个 这样子的人生 那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 那也要 活得一个这样的人生 特别特别难 但是活得了以后 失去 就特别的容易 那 就要去思考这些 这个大圆满的前行 大圆满前行 蒲线上 是严教 我刚才讲的 这里面 有七个 这个不同的思维 然后呢 最后的这个思维当中呢 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无数无边的 这个空间 思维的空间 我们自己 比如说 我们生活当中 说 感受到的 这个 自己经历过的 这些无常 无常和变化 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 发生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这些无常 变化 然后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在电视 报纸 网络 这些上面 手机上 看到的各种各样的 全世界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这些意外的事情 突发性的事情 这就都叫做变化 我们每一天 看到太多太多 那这些都 可以做 可以用来 思维 所以 第七个 里面就有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 这个 思维的空间 那我们什么样的东西 都可以用来 让我们 感觉到这个无常 都可以的 这样子去思考 反复的去思考 反复的去想 然后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过程了 这些都是过程 然后最终 我们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 这个死亡无常 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修好了 我可以修下一个修法呢 有没有标准 有 那这个标准 我可不可以自己知道 当然是可以自己知道的 那我们也不讲这个最高的标准 最高的标准 如果你们想知道 就看大圆满的前行 里面就讲了很多 过去的这些修心人 他们是怎么勇工的 他们是怎么珍惜这个机会的 讲了很多 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这个要求很高 那我们讲一个 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自从我们修了这个人生难得 和这个无常以后呢 然后我们特别的感觉到 时时刻刻的感觉到 这个无常 万事万物都是 有可能随时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主要是要针对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 懂得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是特别的靠不住 靠不住 随时都有可能 随时都有可能 这个小时 所以我该做的事情 千万不能拖 拖了 比如说我明年去修 我退修了以后再去修 我还没有签 签还没有钻够 我赚了多少多少以后 我再去修 这样子的时间 这种机会有没有 很难说 所以我反正对我不重要的事情 那做和不做都无所谓 但是对我很重要的事情 工作 我必须要当下就要去做 该做的事情 当下就要做 不能拖到明年 后年 不能拖到下一个月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现在当下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马上就要去做 就是这种心态 有些人就特别的强 有些人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还是有 跟以前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 跟现在比较的话 那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明显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万事万无 都是这个无常的 所以呢我们会在 比如说家庭 也会更加的和睦 比如说平时 这个家庭经常都吵吵牢牢 但是呢 那现在就知道这个是无常的 家人 什么时候分散 也不知道 随时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还是要动得整齐 动得整齐 我要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幸福快乐 我不论让他们太伤心 太不开心 有可能随时都结散这个家庭 还有就是同事也好 同学也好 有这样 有这种 有这个感觉 有自己有这样子的感受 以后呢 分分秒秒 一切的这个都会珍惜的 动得特别的珍惜 从此以后 我们的生活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工作上也有变化 所以都有很大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是我们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 懂得不浪费时间 干净去修心 尽快去做 这样子 从此以后呢 我们人变得特别的积极 不懒度 不懒 很多人说我修心的时候 很懒 我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是要修 这两个 这两个修得比较好的话 我们不会很懒 人不会很懒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修好 所以我们平时修心不努力 不用共 主要是这个原因 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有了这样子的比较明显的变化的时候 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很知道 自己的内心当中 又没有这样子的变化 很清楚的 有了这样子的变化 那我们就确定 好 我这个暂时可以搞一个段落 我就 这个就修差不多了 我可以修下一个了 那这样子 一个一个都有一个标 标准 那么下一个 就是两个 这个四个修法当中的 另外两个 最后的两个 我们明天要给大家介绍 今天我讲的是比较 比较粗浅 比较简单 没有一个一个的 详细的讲 但是呢 每一个思维当中呢 我就把头两三个的 思维的方式 给大家介绍了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把后面的也都是 这样子去思考的 就静下来 然后呢 去思考 去反复的去思考 人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啊 这个思考的深度 可以达到很深 也就是说 对我们的影响 影响很深刻的 影响很深刻 平时我们人在忙碌的时候啊 比较浮躁的时候啊 听到的 做到的事情 想的事情都 对我们都是 过了就过了 这个不会给我们留下 太深刻的影响 但是静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状态当中 很认真地去向啊 让每一个思维啊 给我们留下啊 很深刻的影响啊 这个影响 这个很深刻的影响 到时候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修行啊 都当中啊 祈祷啊 很大的作用 它发挥它的作用啊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我们更加的努力 让我们更加的积极啊 让我们更加的懂得 珍惜啊 珍惜一切啊 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修行啊 是非常重要啊 我们不管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啊 都要修啊 藏川佛教 汉川佛教 南川佛教 南川佛教 这些也也要 这些都要修啊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 然后呢 就去修南川佛教的内观啊 禅修啊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佛教都说不清楚的 为什么呢 四参八顶啊 佛教也修 外道也修啊 除了佛教以外的很多宗教 他也修参定的哦 他们而且他们的参定的功夫 都很厉害的啊 但是现在我们佛教也好 他们也好 大家都比较啊 不如以前啊 以前是确实是很厉害的 嗯 所以我们没有处理心 没有菩提心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修啊 南川的也不一定是佛法 所以南川也必须修这个啊 然后藏川 汉川都要修啊 这个是这些都是佛经上 讲得特别清楚的 但是佛经上就讲这个理论啊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学了一点这个理论 没有一个啊 没有一个落实 没有一个实践的方法的话 那我们永远都起不到 对我们永远都起不到作用 我们永远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就做不到这样子啊 所以有一个方法来修 反复的修 反复的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这些理论最后给我们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个叫做修行 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解脱 从我们一个红尘当中 走向解脱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这样 就像飞机的起飞 刚刚离开地面的时候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入口 大家如果想解脱 如果想修真正的佛法 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出发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这就是出发点 然后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习 进一步去学 学好了以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修 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这个进步 一定会有的 而且很明显的 我们不管是这个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大家都一定会有这个收获的 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点 一定会有收获的 希望大家就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去修 我们在家人 有很多很多的锁室 家庭的锁室 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时间来修 但是我们每一天 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 十十分钟 这样子的时间 再少再少 也是半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间 用来认认真正的去修一下 想一想 思考一下 然后平时我们多学习 多看这方面的书 这方面的书 每天打坐 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间 最佳的时间 就是早上 早上早起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打坐 那特别非常的好 早起一个小时 早起一个小时打坐的话 这个打坐 它一定会影响到 这一整天 这一整天的情绪 它都会控制住的 这一整天当中 不觉得自己很烦躁 不觉得自己很空虚 不觉得自己很无聊 只要每一天的早上 有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的 打坐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 它只有很大的感染力 感染力 也就是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说 这叫做加持 有很大的加持 这个加持 完全可以 就在这一天当中 影响到我们 影响到我们 我们就这一天当中 我们的心里 就不会有太多的 太过分的这些烦恼 完全没有烦恼 是很难 这个要求太高了 但是不会有太多的烦恼 如果有烦恼 我们也比较容易把它 控制下来 每一天有这样的时间 休息 然后 还有时间的话 那就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打坐 睡觉之前打坐 打坐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甚至是一个小时 如果每天有两个小时 那已经很不错了 每天都有两个小时 早上一个小时 晚上一个小时 已经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晚上 就是比如说 假班 或者是有其他的 营酬 不方便的话 那早上 早上应该是可以的 早期 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甚至半个小时 都可以打坐 那这样子 我们就一定会有 会有变化 这个叫做修心 这叫做修心 这样子才能够 这叫做学佛 这叫做学佛 我们为了发财 为了升官 为了健康 天天去烧香白佛 天天去求佛 那这些都不叫学佛了 这些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公佛 或者是求佛 但不叫学佛 那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修心 才叫做学佛 那我们希望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的修 然后有了进步以后 我们可以去 下一步的修法 就可以修下一步的修法 什么时候应该 可以去下一个修法呢 可以去修下一个修法 自己决定 自己可以决定 自己觉得差不多了 有这种有一点干熟 有一定的干熟的时候 有一点效果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就下一个修法 但是如果我们修了一个月 两个月 其实一点点的干熟 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那也不要失望 一定要继续 先第一个修法 第一个这个修法 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 先暂时不要修第二个 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 这样子以后 有可能每一个修法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第一步这个上面 必须要拿到一个结果 然后才可以往下 这样子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修法 都有一定的结果 然后再再去修下一步 必须要养成这样子的这个习惯 这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个要求 第一个没有修好 然后我们不相修了 然后就换一个修法 换一个修法也是这样子 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一步一步的去修 这样子我们学佛修行 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 不仅仅是一辈子的事情 还是很多恒长恒长时间的计划 所以我们虽然短期之内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没关系 只要有一个开始 只要有一个开始就很好了 有一个开始 我们就一定会有这个结果 否则的话 我们天天都是烧香白佛 从来都不去开始学习 开始修行 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或者是下一辈子也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暂时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进步 没关系 只要有去做 只要没有去放弃 只要有一个开始 那这个结果 收获 收获 进步 就是早晚的事情 早晚的事情一定会有的 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努力 进一步的努力修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当中呢 大家有什么疑问 我们疑问答的方式 大家互动交流 希望大家提问题 阿弥陀佛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 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 一如做不久 就生起人生难得的感觉 这时不想继续 人生难得的修行 而急着想修 忏悔 或等其他的 其他法 这样做 是否如法呢 这样子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但是 这个时候还不着急 做常会 就这个人生难得的感受 特别强的话 那就可以去修 修无差 修第二个加薪 谢谢 第二个问题 居然发了心 却又做不到 是否会犯了妄语戒呢 不会的 做不到不会 做不到不会犯任何的戒 但是呢 我们只要没有放弃 我要去做 有这样子的行 就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要看 具体的做了些什么 这个要看 具体的事情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做不到 没有问题 只要尽量的去做 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 放声的时候 有些动物 听力很差 甚至没有耳朵 如贝壳 要利用这些众生 要利益这些众生 念诵 放声 疑 疑鬼 不是靠声音 而是靠意念 这种说法 正确吗 如果他们确实是听不到声音的话 那就是我们只有发慈悲心 给他回响 就只有这样子 还有一个呢 我们平时念佛 如果他能够听得到 那就他对他有听到的利益 还有一个是我们念佛 这个山根给他回响 有双重的利益 如果是听不到的话 那我们也给他念佛 为他念佛 给他回响 都有帮助的 有帮助 听得到更好 所以我们有些动物 有些动物 能够听得到的动物呢 我们尽量的 就在他听得到的地方去念佛 这样子是更好的 接下来 若弟子发菩提心后 又犯错了 例如 慈善戒 但还是不能吃素 怎么办呢 吃素 其实不是菩萨戒 大乘佛教是要 偿导 要求 吃素 但是它不是一个 菩萨戒里面的一条 比如说 菩萨戒 有 瑜伽 师弟伦的菩萨戒 有四个 或者是八个 还有其他的菩萨戒 也有十四个 或者是二十条 菩萨戒 但是这个里面 没有所吃素 但是 大乘佛教 在其他的佛境里面 有要求 要吃素 但它不是一条戒 对佛里 我是相信 也接受 但对于落实 总是力不从心 例如 姿母 念黑 恋恩 报恩 我相信也接受 一切众生 曾做过 做过我母亲 但是 是感受不到 还是生气 还会生气 对我不好的人 而且 对于修行 总是 有心无力 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 首先我们在理论上 能够接受 是一个很好的 进步 或者是理论上 能够接受 也是一种收获 但是短期之内 在现实生活当中 要去做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没问题 我们只要能够修 修行的时间 稍微要长一点 这样子的话 有一天我们完全 是可以做得到 打坐时 时常有杂念 应该如何解决 打坐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 刚刚开始学 打坐的时候 一定会有杂念的 所有人都会有的 那个时候 我们唯一的 我们要做的 首先 要知道 怎么样去解决 这些杂念 这个大家要去学习 禅丁 禅丁 禅丁的这个 修行的方法 比较简单 比较通俗一动的 这个灰灯之光的 书和 灰灯之光的 食品里面 有 大家可以参考 还有一个 就是要坚持 要有耐心 我们做任何事情 需要有耐心 就修两天三天 然后还没有消失 这些杂念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法 我没有因缘了 放弃 这样子的话 我们永远都修不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么这是最后一题了 若修人生难得时 生起人生皆是众生 善缘和合 此感受是否正法呢 人生就是 人生就是什么 因缘和合 众生善缘和合 善缘和合 对 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善缘 人生难得 如果没有善缘 就得不到 我刚才讲的三种因素 活得的 这个没有问题了 这就是要这样子去想 但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 要达到珍惜生命 就是这个 但是人生 是不是这个三缘和合 那当然是这个事 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错 好 我们最后做回乡 回乡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 听经文法 将经说法 我们平时 我们很多人认为 我们去 这个烧香拜佛 然后念经 才有功德 才有山根 听法呢 就是一个学习而已 是一个学习上课一样 没有什么功德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但是 听法 是最大最大的山根 最大的功德 佛经里面 非常清楚的 讲了 比如说 我们为了表达 这个 降科 听经文法的时间 这个为了 为了 为了表达这个时间 比如说 敲种 或者是 吹海螺 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声音 这个种的声音 和海螺的声音 如果 周边的这些 动物听到了 那 他光是听到 这个声音 都能够给他 博下 解脱的中字 这个佛经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呢 听经文法的功德 和善根 是最大最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 把这个善根 回想给天下 所有众生 回想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善根 分享给 天下所有的众生 我们希望 以我们的善根 以我们的 现在的善根 跟过去的 未来的 所有的善根 圆天下 所有的众生 希望天下 所有的众生 能够健康 长熟 很快 就能够成佛 往生西方 这个世界 我们这样子 去发愿 然后就是念 这个回想文 我能够成佛 我能够成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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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